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我们一起来读耶利米苏第47章 这一章同样也是主耶和华论到外邦的预言 哪一个外邦人呢?是非利式人 让我们来看经文 法老公集加萨之先 有耶和华论非利式人的话 临到先知耶利米 耶和华如此说 有水从北方发起 成为掌溢的河 要掌过遍地和其中所有的 并城和其中所住的 人必呼喊 境内的居民都必哀嚎 听见敌人撞马踢跳的响声 和战车隆隆 车轮轰轰 为父的手就发软 不回头看顾儿女 因为日子将到 要毁灭一切非利式人 减除帮助推罗西顿所剩下的人 原来耶和华必毁灭非利式人 就是加非托海岛剩余的人 加萨成了光秃 平原中所剩的亚实基伦 归于无有 你用刀划身要到几时呢? 耶和华的刀剑啊 你到几时才止息呢? 你要路翘 安静不动 耶和华既吩咐你攻击 亚实基伦和海边之地 他已经派定你 焉能止息呢? 好了 这短短几节经文啊 就把非利式人受到攻击的预言 透过先知耶利米宣告出来了 非利式是神的百姓多年以来的敌人 因为他们的地理位置非常靠近犹大国 我们看旧约历史 多次的非利式人都来欺负神的百姓 那么现在呢 北方的水涨起来了 指的当然是指巴比伦的势力了 那巴比伦的势力 加上南边埃及的势力 非利式人其实处境也非常的艰苦啊 就在这段经文里面非常生动的描述 敌国的势力入侵的时候 哇 马车的声音 战鼓的声音 打仗的压力 使得为父的心都不敢回头 看看自己的儿女啊 因为要么上战场 要么在逃难 就在这种亲人分手 亲情分裂的悲惨处境之中 非利式人要遇到很大的困难 不过其中值得我们非常关注的 是在第四节最后有一句话 就是耶和华必定要毁灭非利式人 我们一听奇怪了 前面才几节之前 说到北方的水涨起来了嘛 象征着这个巴比伦王的势力 已经在那边扩张了嘛 那最后把非利式人要消灭嘛 巴比伦王消灭非利式啊 那怎么是耶和华毁灭非利式人呢 这个背后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两个阶层的权柄 地上的权柄来看 的确是强大的国家消灭了非利式人 不过从天上的角度来看 所有的事情都在主的主权之中嘛 所以最终的掌控是在耶和华手中 所以后面的经文就说 耶和华毁灭了非利式人 两者看我们用什么层面来观察 人生很多时候 人间的角度看见的是一个景象 不过从一个属灵的角度 更高的层面来看 我们会看到另外一个面向 因为主掌管最高的指挥权 能了解这个呢 我们就知道原来主是列国的主 所以非利式的命运 也是掌管在主的手中 也透过主的仆人 先知耶利米向非利式人宣告出来 让我们再一次沉淀我们的信仰 要确认我们的主不只是百姓的主 更是万国的主 这样看的话 我们的信仰就不只是认识这位 拯救我们的主 更是认识这位掌控一切的主 求主引导 让我们的心更加扩大 对主的认识更为扩充 知道他掌管一切 既然他掌管一切 你我一生都在他的大能手中 就让我们将我们的人生 也是将我们的生命主权交在主的手里 他必定引导 他必定光照 愿神今天大大的祝福你 平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